这个独眼少年有个神奇的能力 只需薛轻拨动情弦 就能利用纸片变化成红甲武士 他一边讲故事 一边变化出各种怪物 这顿时吸引了许多观众 但奇怪的是 每当落热的钟声响起 男肉一脸惊慌 立刻离开这里 男儿女叫杰哥 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可他的母亲神志不清 每天只能进行一小段时间 而当他清醒的时候 都会再三叮嘱杰哥 落热之前必须回家 否则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虽然杰哥一头雾水 但还是乖乖的听话 直到这天 小镇举办祭祀节 人们都会在河上放长明灯 传说 这样就可以看到已故的亲人 虽然杰哥没有见过父亲的样子 但也十分想念他 杰哥也想放长明灯 祭奠一下父亲 可过了很长时间 长明灯却没有任何反应 杰哥一气之下 将灯揉成一团扔了出去 结果下一秒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两名新穿黑衣的女子 朝着杰哥飘来 她们自称是杰哥的姨妈 奉她的外公之命 去找她的另一只眼睛 看到这一幕 杰哥吓得撒腿就跑 可没想到 他们就会化成黑烟 仅仅跟在身后 杰哥跑到小镇 想要向路人求助 和安美莱迪开口 浓浓的黑烟 就吞没了整个小镇 眼看无路可逃 母亲及时出现 直接让她用力拨动倾斜 强大的力量 瞬间击退了敌人 借此机会 母亲立刻激活了 杰哥背后的翅膀 让她去寻找 杰哥中的三件神器 那是她活命的唯一机会 说完 母亲就出现了两位老妖 当杰哥再次醒来时 眼前竟出现了一只 会说话的猴子 原来猴子曾是个木偶 是母亲在临死前 用魔法赐予她生命 让她帮助杰哥寻找神器 杰哥十分疑惑 不明白外公 为什么要躲躲她的眼睛 对传说这种神器 更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 猴子着急地叫醒杰哥 原来这混家武士 竟然不是控制地站了起来 还拎着剑 为他们指引方向 就这样 他们踏上了真诚 在路上 杰哥发现自己 驾驭纸片的能力 越来越强了 可寻找神器之路 注定危险重重 一转头的功夫 杰哥就被怪物抓走 猴子冲上去 想要救他 却遭到了杰哥的阻拦 这个甲克虫并没有恶意 而是被邪恶力量诅咒后 才变成了这般模样 由此也失去了记忆 而当他见到 杰哥被让的图腾后 瞬间又认出了 他是班达将军的儿子 于是甲冲武士决定 帮助杰哥一起寻找神器 一只巨大的咕噜怪 瞬间暴走 面对咕噜怪的攻击 他们只能被动挨打 毫无还手之力 扬开猴子和甲冲武士 就要被吃掉 即刻爬上头顶 拔住了那把神器 咕噜怪也随之坍塌 甲冲武士见状 带他们飞出了山洞 口外面却是一片大海 可追到这时 杰哥再次展现出了 超强的魔法 利用轻声控制络翼 建造出了一艘帆船 于是他们立即起航 本以为事情一切顺利 可没想到 圆满平均的海面 变得波涛似起 追到这时 弘家武士将剑持向水下 看来第二件神器 就藏在水底 结果二话不说 直接跳了下去 不开杂草 他终于找到了第二件神器 黄金铠甲 还没等他高兴 似乎就出现一只只 巨大的眼睛 将他团团包围 而此时的船上 一直追到他的姨妈 也追了上来 猴子见状 手持神器 就把他们打了起来 但猴子根本不是老妖的对手 幸好有指人的帮忙 在家持下 一刀解决掉了他 而在水下的杰哥 已经被巨眼 控制了心智 慢慢落入深渊 但他却在缓呼中看到 那只猴子 正是母亲的灵魂 幻化而成的 母亲时刻 假冲武士及时赶到 这才救下了杰哥 上岸后 猴子一把抱住了杰哥 他们再次化险为夷 母子二人 也终于相认了 夜晚 母亲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母亲就是 月亮王的女儿 父亲则是人间 最出色的战士 为了帮人民 摆脱月亮王的迫害 父亲搬葬决定 找齐三件神器 抵抗月亮王 为了阻止他 月亮王派出自己的女儿 前去杀掉他 头发完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 不仅和搬葬相爱了 还剩下了一个孩子 月亮王一怒之下 亲手杀掉了伴葬 还夺走了杰哥的一只眼睛 这么多年 母亲只能带着杰哥 东躲西藏 临死前 还把自己的灵魂 附在了猴子木偶上 但却不敢告诉儿子 因为他害怕 魔法消失后 杰哥会更加难过 听完后 杰哥先入了沉睡中 在梦里 他遇到一个瞎眼老人 对方一边弹琴 一边告诉他 第三件神器的位置 就在父亲 搬葬生前的城堡里 于是 他们再次上路 来到了城堡 杰哥却发现 这里早已破旧不堪 而记得这时 杰哥的姨妈再次出现 再两下就让他们 全部困住 姨妈也认出了 猴子就是姐姐 眼看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姨妈说出了真相 其实 伴葬并没有死 而是被月亮王 射下诅咒 变成了一只甲虫 并抹除了所有记忆 也就是说 甲虫武士就是 失忆的伴葬 一家三口 竟以这样的方式团聚 就在这时 姨妈准备挖走杰哥的眼睛 无极时刻 母亲再次争夺束缚 拿起神器开始反击 但受伤的母亲 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姨妈就要中下杀手 无极关头 败荡成肉厉剑 击中了姨妈 就这样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却没想到 他捡起地壤的琴 用力拨断琴弦 巨大的威力 瞬间击败了姨妈 而母亲也再次变成了木偶 永远离开了他 但杰哥并未沮丧 而是化背痛为力量 地壤的护家武士 也用最后一丝力气 为他指明了 第三件神器的方向 紧接着 他变成一双翅膀 回顾了自己生活的小镇 而这里 早已破旧不堪 而那第三件神器 正是小镇的落日中 杰哥来到神器后 开始疏散人群 激起了三件神器 杰哥准备和外公做个了断 而此时 梦中的夏淹老头 再次出现 原来 他就是杰哥的外公 月亮王 残酷无情的他 不允许任何人 违背他的意愿 杰哥向外公发出挑战 而外公却突然变成了一只 巨大的怪物 朝着他猛扑过来 三两下 就将他打翻在地 虽然拥有神器 但依旧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 杰哥看到了万丈的手环 他是父母留下的遗物 他决定不再依靠神器 而是拆掉父母的遗物 然后和自己的一根头发 达到了一把全新的琴 杰哥没有犹豫 用力会想琴弦 结果下一秒 小镇上死去的人 再次出现 这一次 村民和未曾忘却的故人 都站到了他这边 这种力量 瞬间形成了巨大的保护罩 怪物还想反击 但他根本无法撼动 这一刻 杰哥爆发出 前所未有的能量 直接将月亮王 打回原形 此时的他 变成了一个 失去记忆的普通老人 而小镇上的人们 非常善良 没有借压仇恨 反而帮助他 重新认识自己 毕竟他是杰哥 唯一的亲人了 他是一个超级坏蛋 吃饭结账的时候 直接把收银元吓跑 所有的顾客 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运动时 这真实还不忘吓唬他们 表人锁过之处 车见车停 人见人停 就连抢个银行 也必须得光明正大 他们是坏蛋界的天花板 郎哥是团队里的老大 杰哥是个开锁专家 世界上就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遇到全是红灯的路口 他们也丝毫不慌 直接红灯上出现一个小蜘蛛 一番操作之后 所有的红灯瞬间转绿 他是狼猪小妹 团队中的顶级黑客 看着警车越来越近 他们冲进了建筑工地 这时 一个工人指挥货箱落下 直接把后面的警车 全部拦了下来 原来这个工人 也是换代联盟的成员 他就是百变大师 美杜莎 世界最顶级的伪装大师 他最厉害的一次 就是伪装成蒙娜丽莎 并且成功偷走了这幅名画 现在 坏蛋联盟还差最后一位 他就是神鱼屁哥 团队中的武力担当 见人就打 谁也拦不住 唯一的缺点 就是一紧张就会放屁 作为一群有追求的坏蛋 抢银行只是其次 他们更看重的是 精神上带来的刺激 看到几人如此嚣张 居然把车停到了警察局没口 这样局长瞬间暴走 直接要让所有人 立马追了上去 面对警察的包围 狼狗稳如一匹老狗 拉牵手刹 来了一个极限飘移 好的有惊无险 成功落地 在他们的基地中 有着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成对的钞票 也是随处可见 仅人开始为蛇哥兴生 开心的拍照留念 冰箱上也挂满了回忆 就在这时 电视上正在播放 他们的光荣事迹 不过今天却插播了一条新闻 心上任的州长发表演讲 当众羞辱坏蛋联盟 声称他们就是一群挑良小丑 他们这种偷盗行为 早就已经过时了 现在最好事才是潮流 明晚州长会给最佳好市民 颁发黄金海豚奖 听着州长的言论 几人被气坏了 叔叔能忍 神神忍不了 他们经过球场打扮 顺利混入了颁奖现场 几人分工明确 狼哥负责接近州长 借机拍张照片 还顺走了州长的戒指 时刻爬进了通风管道 然后换了一身夜行衣 另一边的狼主小妹 进入了监控室 成功黑掉了所有系统 此时的屁哥装扮成服务员 在狼哥偷走门禁卡后 就等他一声令下 和狼哥却犯了职业病 一路走一路偷 悲响偷完最后一个 就准备启动计划 可意外却发生了 老奶奶一个没站稳 差点摔了下去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她只当了一次好人 老奶奶亲切地表示感谢 声称狼哥是个好孩子 听到这话 狼哥愣在了原地 他的尾巴竟不自觉地狂甩起来 狼哥强行镇定下来 准备开始行动 屁哥和狼哥趁机潜入后台 解决到里面的守卫 狼哥拿出了周掌照片 进行视网膜扫描 成功进入了保险库 就在即将得手时 狼哥的戒指突然掉落 安保系统瞬间启动 所有激光都对准了他们 危机时刻 狼主小妹开启了暴走模式 原本一切顺利 可屁哥却憋不住了 一个屁算了好几里 顺着通风管道 跳到了监控室 狼主小妹只能含泪坚持 在最后一刻 他们也完成了任务 当幕幕开启后 奖杯早已消失 就当几人准备离开时 意外却发生了 狼哥一表心露出了尾巴 局长立马下令 警察瞬间包围了他们 最终几人被逮捕 就在此时 狼哥突然心生一计 立马向周掌求情 想要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生成坏蛋联盟 也能变成好蛋联盟 听到狼哥的话 纯属教授站了出来 他就是考虑奖的得主 表示愿意改造坏蛋联盟 在他的强烈请求下 周掌答应了 这本是狼哥的缓兵之计 却不知 他们已经掉进了陷阱里 教授给了狩哥一个雪糕 想让他学会分享 可在他的字典里 压根就没有分享二字 看这招行不通 教授又换了一招 他准备让屁哥 扶老奶奶过马路 可想而知 这次又失败了 无奈之下 教授准备换个更简单的 看着树上的猫咪 众人以为要吃掉它 可教授却表示 又把猫咪救下来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又一次失败后 教授想到了一个点子 准备让他们用自己 最擅长的能力 拯救被困的实验小白鼠 几人立马展开了行动 梅豆沙伪装成了 工作人员的父亲 成功骗过了对方 蛇哥则冲装绳索 让几人爬进了实验室 接下来要穿过管道 蛇哥显得异常兴奋 他准备第一个上 从其他人打开枚时 却发现 小老鼠已经被蛇哥吃光了 狼哥也没有惯着他 拽心尾巴就是一顿甩 结果飞出去一只 正巧撞向了开关 没开之后 老鼠疯狂地跑了出来 几人出色的表现 登上了报纸 树长对他们很失望 毕竟当时那个场面 谁也不会相信 他们在做好事 到了晚上 狼哥来到了树下 看着树上的猫咪 他鼓起勇气 爬到了树上 这一次 他用自己的善良 赢得了猫咪的喜爱 下小这一幕 被教授给拍下 发到网上 成为了爆款视频 这也让他 赢得了市民的认可 还被邀请参加慈善晚会 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开始了新的计划 准备让蛇哥拿到密码 没多差找个假的金海豚 P哥负责安装电路干扰器 郎主小妹依旧操控全场 当颁奖晚会到达高潮时 郎哥关闭现场电源 蛇哥输入密码 趁机偷天换日 最后潇洒离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肯定就要出意外了 当他们来到现场后 众人一片欢呼 几人彻底傻眼了 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无论走到哪里 都有小迷妹跟着 他们此时的心情 就像你表情包里的第三个表情 但是局长不相信他们 一直紧紧盯着 趁此机会 蛇哥准备窃取密码 眼看就要成功时 尾巴却被夹住了 而就在这时 服务员送了一杯哈皮 局长却把蛇哥当成了酒杯 在P哥的歌声下 晚会达到了高潮 蛇哥的危机也化解了 顺利拿到了密码 此时的联盟 以来成为晚会的焦点 就连狼哥 也跟着州长跳起了热舞 局队一切准备就绪时 狼哥却放弃了这次行动 亲手把精彩屯 颁给了教授 这让其他队员一脸懵逼 局队州长准备宣布 坏带联盟变好时 现场突然断电了 等灯光再次亮起 区画店上面的陨石不见了 毫无疑问 坏带联盟成了怀疑对象 狼哥刚要解释 结果下一秒 这下游离也说不清了 就在几人淘宝时 狼哥交给州长一张地图 最终几人还是被逮捕了 就在这时 教授突然出现 他被本以为是来救自己的 却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陨石就是他偷走的 因为陨石里 遇含着巨大的能量 他要用这股能量 抢劫今天的十亿慈善基金 并且上次的老奶奶 也是他伪装的 其目的 就是让坏蛋联盟 成为自己的替罪羊 狼哥要揭发他 可却根本没有人相信 州长跟着地图 来到了狼哥的基地 看着满屋的金银财宝 州长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 褪蛋联盟也被关进了监狱 蛇哥责怪狼哥破坏计划 自在导致如今的局面 一言不合 两人就打了起来 一名黑衣人从天而降 他伸手矫节 武力之报表 轻松解决了所有预警 等他摘下面具后才发现 这个人居然是州长 原来 他就是犯罪界的天花板 出道至今 从未失守 被人称为匪红之爪 在众人的震惊中 州长把几人带出了监狱 他早就发现教授不对劲了 准备邀请几人 和自己一起阻止教授的阴谋 狼哥兴奋地召集队友 和换来的却是队友的疏远 会在联盟就此解散 狼哥此时心中无畏杂沉 与此同时 教授已经安装好了陨石 利用发射器 再发出巨大的能量波 一瞬间 所有的老鼠都被控制了 向着不同的方向跑去 成功结获了十亿慈善基金 另一边 但在最后时刻他放弃了 因为他在镜子中 只看到了一只脚架的狐狸 从此以后 他决定改变自己 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听到州长的话 狼哥如释重负 他决定从此也做一个好人 随后 狼哥在州长的密室里 挑选了最先进的设备 准备前去抢回陨石 另一边 当几人回到基地时 去发现这里已经空空如也 就在美豆沙伤心的时候 蛇哥把谨慎的血糕给了他 大家惊奇地发现 蛇哥居然学会了分享 这一刻 蛇哥却死活不承认 他独自离开了家 而此时的狼哥和州长 也潜入了教授的实验室 看到金鲨童没有被保护 狼哥很疑惑 就当他要摸一下时 意外发生了 原来这是蛇哥的主意 现在的他 已经投靠了教授 准备一起大干一场 教授让手下解决两人 危机关头 绿色烟雾突然出现 这些手下全部被熏晕 原来这是屁哥的屁 是兄弟们来救他了 几人在感受到 当好人的快乐后 就准备彻底葱凉 随后 狼哥带上陨石 逃离了这里 在途中 州长拿住了控制器 带着狼主小妹一跃而起 手提箱瞬间变成了机车 两人快速追赶车队 给车贴上了控制器 后面的三人也不甘示弱 没动时他直接把屁哥扔了出去 屁哥一溜眼的功夫 就贴完了控制器 最后在小妹的操控下 运潮车改变了路线 把基金送到了原本的地方 随后 州长换好衣服 来到了警局 就能几人把陨石送回来 可当他看到生日帽的时候 几人犹豫了 蛇哥再怎么混乱 可惜就是他们的兄弟 无论如何都不能抛弃他 另一边 州长和蛇哥发生了争执 看到几人这么猖狂 教授直接戴上帽子 控制老鼠大军攻击他们 这时 教授直接把蛇哥扔了下来 跑在蛇哥咬住了起落架 看见兄弟有难 狼哥决定交出陨石 可教授不讲武德 一脚踹飞了蛇哥 看着前方的断桥 几人准备放手一搏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飞了出去 在爆炸的冲击下 教授的帽子也被飞机搅碎 老鼠们也恢复了理智 当狼哥爬上来时 局长早就在这等候多时 州长想要自爆身份 救下他们 可却被狼哥阻止了 几人决定自首 他们愿意为吃嫌犯的错 接受应有的处罚 此时 教授带着陨石赶来 他想要充当英雄 把这一切家伙给坏蛋联盟 可局长却发现 这块陨石是假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蛇哥搞的鬼 他早已体会到 做好人的快乐 于是贾义和教授合作 利用装置 控制老鼠换了个假陨石 最后 蛇哥一个响指 陨石爆炸开来 巨大的光芒冲天而起 把教授的基地 直接变成了废墟 会在联盟则坐上警车 潇洒的离去 教授也接受了应有的处罚 一年后 由于几人表现良好 被提前释放 接下来他们是做好人 还是当坏人 我们拭目以待 男人喝下神器药水 不仅没有获得超能力 反而身体开始变小 吓得赶紧拉开裤子查看 结果还没来得及被伤 下一秒 他就变成了呆萌的鸽子 看到这一幕 阿维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因为眼前的鸽子 这是他的上司 阿维本是一名顶级发明家 但他研究出来的武器 却没有一点杀伤力 杰克从中的抛出炸弹 结果爆炸后 天空就数现一只猫咪 虽然没有一个人被炸死 但他们好像都出现了幻觉 趁此机会 杰克扔出一把回旋镖 利用蛇皮的身法 去追赶直升机 然后抢走了任务箱子 可他回到特工局才发现 抢回来的箱子竟然是空的 杰克十分生气 并把责任都推到了阿维身上 为了证明自己的发明 阿维拿出了自己的隐身圆珠笔 一道激光把阿维打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杰克直接把他辞退了 可是没想到 因为箱子是空的 调查组怀疑 一面的重要文件被杰克偷走了 同时还找到了监控证据 这时杰克才明白 原来是遭到了斯维托吉尔的暗算 调查组命令立刻封锁特工局 可就在这时 屋内一片漆黑 杰克逃走了 并且夺走了调查组的对讲机 然后扔出去卡住了电梯 这才逃了出去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想起了阿维在研究隐身药水 要是真能隐身 就有机会猜出真相 于是准备去找阿维 此时的阿维 正在家里做实验 他把鸽子的羽毛放进杯子里 然后滴入药水 结果羽毛真的不见了 看到实验成功 这让他十分高兴 可杰克的突然出现 就吓了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阿维问他想喝点什么 结果被杰克误会 拿起他手中的杯子 一鼓气就喝完了 结果下一秒 杰克变成了一只鸽子 晚晚没想到 瞬间迷倒了阿维的小宠物 直接倒在了杰克的怀里 这让他差点疯掉 阿维安慰他 现在特工具肯定认不出他的身份 此次的杰克 准备去抓吉尔 都会想到你的重要文件 可他刚刚到达目的地 就碰到了吉尔的手下 变成后的杰克溜进前台 避开所有障碍 想拿走吉尔的房卡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鸽子过来捣乱 并且暗响了闹钟 结果被人发现 一巴掌把他拍扁 扔到了垃圾桶里 幸好两只小鸽子 把他救了出来 杰克见状 赶紧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赶忙逃跑 可是没想到 调查组也追了上来 两人跑进商场 阿维安中一只圆主笔 配出烟雾弹 两人直接被弹了上去 但还是被包围了 就在这时 鸽子囤向一只圆主笔 下一秒 向口号桃色的东西发射出来 所有的调查员 都被站在了墙上 最后他们启动了飞行模式 直在逃脱了追捕 由于鸽子上大雅号 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排出来 只让他一路上 吃尽了骨头 就在这时 他们碰到了吉尔的手下 但马上又想起 自己现在是一只鸽子 他大大摆的走在人群中 不停的坏叫 果然没有人理会他 也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后来他们得知 吉尔要求保密局 脱保密名单 于是便赶往特工局 去阻止吉尔 没想到一到特工局 就发生了爆炸 吉尔也成功盗取了保密名单 他们追了上去 转眼无人机已经飞远 就在这时 阿维招住杰克 直接见他跑上空中 可是下一秒 就这样 他们两只鸽子脱了翅膀飞行 他们一路追踪 就在这时 一只鸽子喷出了一股冰霜 冻住了无人机 成功拿回了保密名单 我还没来得高兴 就被吉尔突袭 几人摔倒在地 阿维也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被吉尔一脚踩在脸上 逼问杰克的下落 围棋关头 阿维扔出一把面包屑 所有的鸽子立马精神起来 男友都朝他身上扑去 趁此机会 阿维直接逃跑 从无自由的阿维 兴奋地给了杰克一个拥抱 结果他抱得太紧了 就从杰克身体里 挤出了一枚鸡蛋 阿维不敢相信 杰克竟然是一个母鸽子 可正当他研究药剂 让杰克恢复成人的时候 杰克就孤身一人去找文森哥 因为他是吉尔的老大 只有他知道吉尔的行踪 听到杰克的声音 他差点吓尿了裤子 更不敢回头看 可接着这时 其他鸽子又过来捣乱 发现这只鸽子 文森哥举起重物 就要朝他砸去 文森关头 一股电路把他垫晕了过去 幸好阿维即时赶到 他没把文森哥绑了起来 并从他那里得知了吉尔的阴谋 原来他要除掉所有的特工 回到家后 阿维拿出了调制好的解药 果然喝完之后 杰克恢复了人形 为了不连连阿维 杰克孤身一人 去制止吉尔的计划 结果又中了对方的陷阱 等他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电椅上 在吉尔的体影下 杰克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以前他们交战时 回掉了吉尔的半面脸 所以他现在选择复仇 就在这时 吉尔发现雷达上有人过来 杰克知道是阿维来了 但无情的吉尔 派出密密麻麻的无人机 飞了过去 没过多久 水面上就响起了爆炸声 这让杰克误以为 阿维被炸死了 可是没想到 阿维并没有死 而且他用自己发明的宝宝糖 救回了杰克 以前在特工局 别人都嘲笑阿维 发明的武器根本没有用 可他之所以发明 没有杀贩的武器 所以阿维立志长大后 要研发不伤害人类的武器 觉得这时 吉尔的无人机 包围了整个特工局 吉尔决定 这次要用阿维发明的武器 去拯救特工局 最后他们拯救了所有的特工 同时阿维在最后关头 又抱抱他保护了吉尔 并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此吉尔和阿维 成了心影不离的好朋友 并得到了特工局的表彰 虽然电影到此结束 但他们维护正义的故事 还在继续 这条被切成24片的鱼 竟然还活着 他不仅要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被一片片吃掉 还有接受客人的调戏 将烟头塞进他的嘴里 直到鱼肉被全部吃完 这条鱼还在眨眼睛 对于顾客来说 这家店的剩鱼片无比美味 鱼肉绝对鲜奶 但在鱼看来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隔着餐馆的玻璃 水箱里的鱼 每天都会目睹这残忍的一幕 长此以往 那些鱼脑比较发达的家伙 就学会了特殊的生存技能 每当有客人选鱼 他们就会翻身装死 因为死鱼不新鲜 即便老板主动降价售卖 大多数时候 客人也不会买 等到客人离开 这家鱼又会变得精神抖擞 虽然看着小出名 活了下来 但他们的生命安全 还是没有保障 直到这天 鱼群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这条鱼鱼名叫趴达 和养殖鱼不同 趴达是一条海水鱼 无比向往自由 刚一入水 就在水箱里横冲直撞 结果一头撞在 玻璃杖鱼的过去 一直折腾到深夜 这时 鱼箱里的鱼 突然整整齐齐排成一排 玻璃网被掀开 躲藏在下面的比目鱼 缓缓现身 作为水箱里 活到最久的鱼 比目鱼自然是鱼区的老大 还在折腾的趴达 引起了老比目鱼的不满 比目鱼脸色有些难看 这么大的动静 很容易引起人类注意 老比目鱼决定杀鸡镜猴 给帕塔点颜色看看 说完老比目鱼一尾巴 把他扇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 帕塔才恢复一时 这时 一条鲼被电阻扔进水箱 他满身呼现双目无神 已经是冰死状态 帕塔还没反应过来 鲼就被比目鱼拖下过滤网 在这出现时 鲼的眼睛已经消失不见 鱼目鱼实现知啥不啥的道理 专辞营养最丰富的眼睛 其他鱼终于忍不住了 一会儿让大块躲移 沿着同类相识的残忍画面 哈达家定决心 瞄准水面一跃而起 乘风跳出水箱落到了地上 大海就在马路对面 在其他鱼震惊的目光中 哈达拼命扭动身体 一点点朝大海靠近 哈达的事件逐渐模糊 不幸的是 哈达被店主发现 没能乘风逃脱 更不幸的是 哈达被顾客选中 即将要做成生鱼片 你绝对不敢相信 韩国人做生鱼片 到底有多残忍 一刀把鱼拍晕 在哥亚鱼身上最好的肉 切开鱼塞 抛出内脏 直到只剩一具骨架 鱼头仍然眨着眼睛 然后看着自己 被人的一口口吃掉 在煎熬和恐惧中慢慢死去 哈达突然惊醒 发现他只是一场噩梦 刚才他被顾客选中 眼看就要下锅 好歹还信老板 在关键时刻改变主意 偷偷换了另一条 不太新鲜的艳鱼 虽然这次侥幸逃过一劫 但最终还是免不了 被当上餐桌的命运 这当他矫尽脑池思考 不胜的办法时 比目鱼的猜评时间到了 他每天都会提问 打对的鱼平安无事 打错的鱼 会遭到废人的虐待 尾巴变成其他鱼的食物 很快 比目鱼说出今天的问题 还想有几只脚 水箱里 只有怕他来自大海 见过真正的海星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海星有五只脚 其他的养殖鱼 只能随便猜一个数字 回答有五十只 比目鱼随即宣布 证据答案是五十只 此话一出 哈达瞬间被所有鱼围住 压在最底下 被尸抱整整一晚 哈达终于明白了 海星有几只脚跟美目重要 重要的是 比目鱼的威严和地位 比目鱼说是什么 答案就是什么 直到第二天早上 哈达才逃离魔爪 几条鱼还想继续欺负他 一条小黄鱼站了出来 包括啪达 为了表示感谢 啪达给小黄鱼 讲起了海里的景象 无边无际的大海 和各种新奇的食物 给小黄鱼的世界观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 过滤网下的老比目鱼 悄悄定的啪达 同样声称是来自海里 但比目鱼很少说起 海里的是 更多时候躲在过滤网下 夜晚才会出来 其实老比目鱼 只是一条养殖鱼 他所知道的大海的景象 都是他的比目鱼女友 告诉他的 可惜在逃跑的时候 他们不幸被抓住 比目鱼只能眼睁睁 看着女友遭受虐待 自那以后 活下来 成为比目鱼的唯一信念 哪怕一辈子躲在黑暗里 他也要狗血偷生 就是靠着这些 他才混成了鱼群的老大 而今 啪达一条新鱼 做出这么多出格的事 毫无疑问是在挑战 老比目鱼的权威 比目鱼本想故技重施 在给啪达一耳光 教训一下他 结果反被啪达 一拳打出了鼻血 比目鱼颜面尽湿 灰溜溜的躲进了过滤网 而啪达单身比目鱼 被拥物成为了新老大 但啪达并不想成为首领 他只想回到 心经念念的大海 这天 到了清理水乡的日子 换水的时候 原本被装进水盆 放在了路中间 这里距离大海更近了 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啪达毫不犹豫跳出了水盆 小黄鱼也跟着跳出来 两条鱼一前一后 潮着海里跳跃前进 可倒霉的是 小黄鱼被客人的高跟鞋 踩中了尾巴 此时啪达已经奔到了岸边 他陷入挣扎 前面是一望无稽自由的大海 后面是无助的朋友 此刻的啪达 陷入了巨大的纠结之中 这两条鱼想越狱 它被从水盆里蹦出 眼看离大海越来越近 可偏偏小黄鱼的尾巴 被高跟鞋踩中 前方之渴望的自由 正如是无助的朋友 啪达咬咬牙 则反了回去 第二次怨鱼以失败告终 这里天黑的时候 店主突然丢下一条冰死的笔木鱼 还是和从前一样 所有云一红而上 风光啃食的同类 啪达终于忍无可忍 他一跃而起 融进旁边的帝王蟹缸里 请求他被帮助自己逃走 可惜啪达无话跟帝王蟹交流 啪达被扎得遍体鳞伤 就在这时 店主调皮的儿子 把啪达捞出来 换见了观赏鱼缸 对于这个外来者 观赏鱼并不欢迎 直接把啪达撞醒 听到这些话 啪达不理解 大家都是一个鱼缸里的鱼 这间小丑鱼为何如此霸道 啪达被惹急了 只见一口一个 就在只剩下最后一条小丑鱼时 鱼缸里的玩具断裂 玩具手上的剑 插进啪达的脖子里 它渐渐昏死过去 见此情形 小黄鱼想要跳出来就啪达 结果落尽了 旁边的帝王卸水缸 等到店主发现 把小黄鱼捞回水缸时 它已经被扎得奄奄一息 鱼群没早已经恶红了眼 出上来就要把小黄鱼大口吃掉 不料这时 比目鱼突然一反常态 猛中过来把小黄鱼的尸体叼走 固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 怕它也被扔回了鱼杠 看着只剩一半的小黄鱼 它误以为是比目鱼咬伤的 立即扑向比目鱼 两条鱼在水缸展开追逐 比目鱼只是躲闪 丝毫没有反击 就到两鱼僵持之际 路过的客人发现了它们 看着两条鱼身龙火虎 口感肯定不错 大家就点了一道比目鱼当夜宵 很快 躲藏了很久的比目鱼 还是被放到了案板上 看着同类们 被造成食物的惨状 比目鱼吓得满头大汗 恐惧和绝望 清晰了它的大脑 比目鱼甚至想 如果能重来一次 它一定会用尽全力逃跑 总果过被端上桌 看着自己被一片一片吃掉 然而 就在店主准备下刀时 就这样 一直努力淘宝的趴达 最终被切片装盘 做成剩余自身站上的餐桌 趴达睁大眼睛 直到被一点点吃掉 才慢慢死去 第二天 店主打开水箱盖 准备开门营业时 突然被过滤网里 沾出的比目鱼水在脸上 一屁股跌进了旁边的水盆 比目鱼跳出鱼缸 拼命朝海里爬去 他也想亲眼看待那片大海 是不是和帕达和女朋友 说的一样美好 然而路程过半 比目鱼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此时 耳边似乎想起了帕达的呼喊 靠着这股信念 比目鱼拼尽全力 只可惜 当他终于跳到岸边 还是被店主追上了 店主给了他一点几个脑瓜崩 将比目鱼弹晕 捡起来就想把他丢回鱼缸 而这时 比目鱼突然从嘴里 吐出了插在帕达身上的那根断剑 店主被吓了一跳 拖手一滑 比目鱼就这么被扔进了海里 这一刻 在伙伴们的注视下 比目鱼终于自由了 他在海里肆意穿梭 风暴享受着自由的快感 看完这部电影 我在想 我们和那鱼缸里的鱼 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